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好我是卡路斯 很久我在YouTube上 跟大家介紹一些有關木工的技術 之前好幾個影片 我曾經介紹過 如何貼防火板 如何開料 如何收螺絲、貼膠邊等 但有時在居家的需求 大家不一定會用得到 這麼聰明的技術 就好像有時大家在現在 或者甚至在淘寶上 訂了一些傢俬回來 為了方便運送和減低貨運的價錢 很多時傢俬送到來之前 都是未安裝好的 很多時的朋友拆開包裝 看到大大小小的板 就非常頭痛 尤其是我這套是一套相當大的 電腦桌 幅度有160厘米 你最需要有工具是什麼 就是一把拉尺 還有一把電動螺絲批 由於這件傢俬 就在淘寶買回來的 就算沒有裝嵌手冊 怎麼也有個外觀圖 包裝除了木板 就一定有些配件 最重要就是這一大袋 這一大袋 我們稱為 Lockdown Fitting 也就是裝插鎖 每一個裝插鎖 是由三件部件組成的 包括有一次黑色的螺絲 一個白色的膠質 在安裝的時候 膠質要塗入到木板的洞裡 你用磨擦力 拙實木板 而黑色的螺絲 就把膠質當成絲模 扭進去 而第三件部件 就是一個金屬的部件 這件部件設計很巧妙 當你把黑色的螺絲 螺絲頭 勾進去 只要旋動這個金屬的部件 就會把兩塊板的距離拉緊 在另外一袋零件 你會找到一些小小粒的大頭釘 是用來釘背板用的 紙外納納納納納納 還有些子宮螺絲 手柄 電線蓋等等 找一下找一下 我又找到一堆路軌 總共有四條路軌 就是為兩個桂桶而設的 之外又找到六對的門窖 這些叫做煙斗窖門窖 在卡洛斯之前的影片都介紹過的 這家賣家相當壞 連這個安裝說明書都沒有 只是用微信 就傳送了一些圖片給我 我逐張圖片看一看 不要小看這些圖片 因為我們怎樣分辨 究竟用哪幾塊板去砌出第一步 是很重要的 開頭幾塊板拿錯了 有可能砌到最後才發現 那整個櫃要拆掉 它在圖片寫得很清楚 每一塊板的尺寸 幾乎幾乎幾乎 我們就用拉桌量度 找回相對的板出來 第一次找裝裝拆鎖 我會講得更詳細 第一步就是把白色的膠質 用膠水塗進去木板裏面 凡是在這個直徑的洞 你一早塗完 就已經包沒有錯了 然後就扭入這種黑色的螺絲 當然你可以用電批幫手 不過就要輕輕手不要扭過 否則破壞了個洞 那白色膠質就不夠磨擦力去捉住這塊板 你可以在垂直安裝到那塊板的大洞裏面 先放入金屬的配件 然後就把板垂直插進去剛才的兩口螺絲上面 接著我們需要一個小的螺絲批 為什麼要找一個這麼小的螺絲批呢? 因為有些地方剪載 用一個長的螺絲批是會頂住扭不到的 其實用這個螺絲批 順時針扭這個金屬部件 就可以把這塊垂直的板鎖緊了 值得提一提的是 我們如果自己開板做軌 是絕對不會用lock down fitting 多數我就會收木啞螺絲就算了 因為大家都見到 用裝插鎖垂直打橫其實要轉很多洞 而且每個洞的位置大小 都要分毫不測 否則白色膠質又會鬆出來 金屬部件又鎖不細黑色螺絲 但是廠家用機器去製作這些自助式安裝的傢俱 當然是非常方便 大家都見到賣家是非常貼心的 供應了一些白色的貼紙 給我去黏著金屬的配件 那就好看一點 跟著的做法也是相約 我們跟著賣家所給的設計圖 逐塊板找出來 而一直都是用裝插鎖 將每一塊板組合起來 直至到完成這個櫃的上半補 這種櫃除了用裝插鎖之外 其他的部分和一般我們自己開料做木櫃都沒有大分別 一樣是要加背板的 這些薄的二分背板 就是讓你凹在櫃的後面 加強櫃的結構 這個時間你自然要去零件包 找回那些大頭釘出來 以及準備一個鐵錘 千萬不要以為凹釘很容易 尤其是拿著一顆這麼小的釘 很容易凹到手指 萬一真的拿不住口釘 就可能要找一個鉗 去夾著眼釘才凹 對好位置 一脫一脫一脫進去 先定了一顆釘位 在另一邊 又找另一口釘去定位 剩下中間的位置 就多凹幾口 不用問 當然是凹得越多就越穩固 凹背板 很多人凹了四邊 就忘記凹中間 其實要慢慢量度中間有板的位置 都要凹釘 背板才不會輕易鬆脫出來 背板就不止一塊 有很多塊 每一塊都要用相同的方法 凹好它 凹好背板之後 這個電腦櫃的上半部就完成了 之後就要砌下面的桌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桌子 應該是整個電腦桌子 最重要的支撐部分 所以四周圍都要有很多裝塞所 不僅如此 為了定位還加上了木釘 我手上的就是英文叫做Dowell的木釘 只要兩邊的洞 轉得準確 木釘是可以產生定位的作用的 好了 現在我就把桌面吸上去 又有木釘又有裝塞所 桌面肯定能夠準確裝嵌 在這裡大家就可以觀察一下 裝塞所的描述 看到嗎? 只要順時針扭 就看不到扭辣的光線 根據設計圖 在桌子的左下方 就有一個燙櫃桶的櫃 這個矮櫃的結構 就不難裝塞 但最主要在上面 要裝兩條路櫃 以前我們小時候 學務工所做的櫃桶 就很原始 不過就是一個櫃桶 燙進洞裡 拉出拉入 摩擦力都很強 但後來發明了這種路櫃 拉櫃桶就更容易了 而櫃桶路櫃都有很多種 這一種屬於三折伸縮 就要使用一些折功螺絲 將它鎖在木板上面 記住千萬要裝好路櫃 才好裝嵌矮櫃 接著就是組合兩個櫃桶 來到這個階段 大部分的木板已經用完了 所以剩下那些細細塊的木板 就是用來做櫃桶 同樣都是用裝拆鎖 將它嵌好 看到現在的櫃桶的結構 真的跟我們以前學務工所做的櫃桶 簡單了很多 不用刨坑 不用刨扭 一直都是用裝拆鎖 現在呢 我就把那個面板都吸上去 裝上手柄 哇 都這麼快就完成了櫃桶 之後呢 就是把櫃桶 安裝在矮櫃裡 這部分呢 真的要量度好些才安裝 不過不用擔心 很多孔都是有虛位的 可以扭鬆扭緊螺絲 慢慢調校到兩個櫃桶 不會互相相撞 啊 整好矮櫃之後 原來第一個享受的 不是我和我老婆 而是小雲 這張桌子的設計 還有一個特點 因為它還隱藏了一個活動的桌面 而這個活動的桌面呢 其中一邊呢 是用金屬腳來支撐 而另外一邊呢 是用一個有軸承的旋轉軸 安裝到矮櫃上面 而將這個轉軸 安裝到桌面 是有些巧妙的 要通過矮櫃上面的大孔 由下到上 收螺絲 來收緊那塊桌面 但是完成了之後呢 我覺得這塊桌面 真的很有用的 桌面最大可以轉動90度 可以臨時做出一張L型桌來用 當然這張轉出來的桌面 就不會承受力很大 但是做些簡單的工作也是可以的 之後呢 我就用上方法 將電腦桌的上半部 搬到桌面上 最後一步呢 就是裝門膠了 這種煙斗膠的安裝呢 大家想學習呢 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煙斗膠櫃門的安裝 而當時我因為自己做櫃門的 連這兩個大孔都是要自己轉的 但是現在是裝嵌家師 所有的孔位 人家一早已經幫你轉了 只需要收木啞螺絲就搞定了 先在門上面裝好門膠 然後再念同櫃門 安裝到櫃邊 當然櫃門也要安裝手柄 至於因為有這麼多道櫃門 安裝的時候 當然有諸多不適合的情況出現 而煙斗膠的設計 就可以讓你前後左右調校櫃門的位置 花點心機慢慢做 每一個你都可以做到的 好了 今天由頭到尾 將怎樣砌一個電腦櫃的組合櫃的過程 展示了給大家看 事實上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很多家師 都是用這個方法去整合出來的 所以組合櫃的方法 已經不是專業 而變成了一個常識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香港人 移民過去外國 懂得自己動手去裝嵌家師 已經是一個生活上的必需技術 所以希望今天所教的 有關裝冊所 鎖燈飛填 櫃桶路櫃 門教手柄等等的方法 將來都能夠幫到大家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卡路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再見